心靈相通 這叫做心靈相通 靈跟心 相通用就是說 靈的開關 你就將間別走 收拾它開 收拾開後 我們這個靈 讓天馬鐵的心 也可以收拾 但是你的鐵 尤其中由他一直跟你說 一直跟你交叉 一直跟你做心靈 你的順勢一直給你 因為你的鐵 沒有順著 你的鐵就沒有順著 你的鐵就沒有順著 你的鐵就有即決 你所電禮 你的打結 你就因為 這樣做走長走 我的土工是怎樣 所以你就要用你的管 去主宰你的心 然後你也想過 心跟靈魂症就是我自己本身 不然還有其他的生活 所以說你很單純 就把自己的感覺壓力了 越來越對你來說 就老心情越來越多 老心情越來越越越 越來越越生氣越快 這個懷疑越重的時候 這就是什麼 你越來越越無信心 越無信心之後 結果因為懷疑又無信心之後 他就申請到 一種要收也無力感 跟我說的說這麼多 我自己看這麼多 但是我看這麼多 但是問題是 我幸福的你無法當方改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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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你有 有法動 如果這樣你的體育你敢不相信 所以說你的懷疑不是無原因 是因為你還要感苦他 他無法當方改冠 他無法當方改冠 對啦 所以我不想告訴你 你最多的原因就是 對受傷的重感 因為對啊 你無法當方改冠 你無法當方改冠 但是你無法當方改冠 所以說你現在為了一條路 你就是要讓你的身體本性來調教你的臉更深 你的身體本性來調教你的臉更深 你這個身體三種學衣了 那麼你現在有辦法進入教育館教育 如果沒有心、臉、癡、三種學衣 如果這樣你的身體同樣疼 問題同樣不能處理 心也不夠好 不然心也不夠好 因為好多次是我們生活上的 所以說你現在為了一條路 就是可以天生的心 發直到天生的心 就有像路廟主秘 叫做你的眼神 說明 由你的眼神 滴血 來補照到你的臉更深 如果這樣就用我們思念 你這種被靈來困擾的情形 就能解釋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你一定會有什麼生氣 一定會要靈來困擾的情形 一定會想要靈來困擾的情形 你如果沒靈來困擾的情形 也只是一世人 但是蓮蓉為專業 他的佩佩要收 因為蓮蓉他要用行主席 善吉代替報道 他要用這個時間快速收緩緩 這樣如果沒辦法 如果這樣蓮蓉他到裡面也沒辦法 他到裡面也是沒辦法 他對你來說也要走別人走 因為蓮蓉沒有人真怕 蓮蓉也沒辦法 蓮蓉愛什麼人 才有辦法來幫我們教 就是本性 所以說你就是要找到本性 你找到本性之後 你才知道本性裡面 在裡面本來我們耐心就是很自然的道路 這樣你才有辦法到達一萬福術 所以說一萬福術的真正意義就是 了解我們的真心教育 所有的一切因緣我們都了解 所以說叫做福術 福教教 最先天的元素本性 以前的元素本性 以前的元素本性 你如果是福教教 當然你用什麼 你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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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開心 你很開心 開心從外想 所以說 你一定要請 無情 老婆娘 明明上台 讓你用到 健身之心 可以學習到你的 生天本性 找回到本性 然後 來修正到 心感念 如果這樣 你修正的中間 就要再進一步 就要進一步 就要進一步 不知道要怎麼繼續 所以說 現在書家 你在自己的 共同的中間 你都怎麼可以 他選出你 前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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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 妙子 妙子 就是三行 三種的妙子 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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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直接幫你解釋 說話 她們 還在中間 看到 要出現 又要進一步 到 想要進一步 Cage 一架 爲 滅 你 就要進一步 到 那 你 就要進一步 又留到重點 這個原因就是大家的事領在討論 因為我們必須要 聖靈受傷的重點 必須要有天做我們一筆討論 這個天是無限 哪一位信息他來做我們一筆討論 因為他沒有做論 所以他沒辦法幫你開發 因為他也沒辦法幫你開發 所以他負責你負責 所以你是要學生負責那些信領 所以他沒辦法做你了 所以你就負責到妙子 你不知道要處理在什麼地方 因為沒得到很好的能力 進入跟你的分享 所以主人二人你就負責了 所以說這些靈 漸漸就暖烈心情 這些靈暖烈心情就給你很辛苦 一個靈暖給你一段順暖給你一段順暖給你 然後你如果再換一段 你到底要聽到一個 是 對 不會啦 你說我要改 好 所以我說我說 鼠娘你就為這方面 是你要來收得好 然後幫助那些心靈 提醒 這樣他就要一段順暖給你 這樣了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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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